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补充人体的能源 姜除了有活血功能外 去淤消肿也是其中的特点 而从小就在农村环境长大的增栋 将从小的所见所闻加以研究 让平凡的农作物变得不平凡 因为我从小就有这个概念 我从小很调皮 经常摔到鼻子年种的 那我的祖母跟我的母亲 常常用那个姜去帮它捣碎 然后热敷你摔伤的地方 去除医学 所以从小就有这个理念 它有活血的功能 我们头皮的微血管 那个血液如果循环正常的话 毛狼营养吸收就够 毛狼营养吸收够 它就比较不会掉发 基于这种理念才去开发的 朋友他们就是说 这包式用包很好用 你用看看 然后呢 他就拿那个千千二代的 生姜洗髮精给我 然后我就是回去洗完以后发现说 我的头发竟然就是 头皮比较不会痒 而且又还蛮柔顺的 而且也比较不会打结 因为像我是细软发的人 很容易就打结 但是我洗完以后就是很柔顺这样 千千的那个洗发精呢 我大概使用了半年之久 其实我的头发它是属于扁塌 用了它之后发现 哇超有蓬松感 还有光泽度 我最需要就是 这两个部分 之后有发现千千的护发素 那这一罐呢 我用了之后我发现我的分叉 然后保湿度 还有柔顺度 都改善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罐我非常的喜欢 产自南投明天香 使用本岛姜 并从中挑选出老姜 在种植的土地 品种到整个栽种的过程 都有着相当严格的控管 因此姜的质量 在营养成分上有良好的品质 再透过高科技萃取技术 取得温和 并且安定的生姜精油 一块姜里面 它有90%全部都是水分 而我们只是萃取它 10%的有效成分 就是氨基酸蛋白素 还有酱辣素 这个东西它会有活血的功能 就把它萃取这个 萃取一起来 你没有经过萃取或特殊的处理的话 它就是容作物嘛 我们是帮农民把这个农作物 把它萃取出来之后 第一点它能够保存得久一点 然后第二就是改变创造了一个高附加的价值 90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的农民 生姜生产过剩 农会就是很担任这个问题 当下知道金口袋 可以帮生姜提炼出精油出来 然后我们就找他们合作 所以在90年的时候就创下了佳基 一直持续下来已经合作了17年 其他农会也都带动起来嘛 所以我就在想说 将往它可以活血 可以抗氧化 我觉得它的产品这么好的话 再研发一些产品 让我们的农民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好东西可以跟消费者一起共享 除了坚持使用天然的原物料 在包装上也讲究高品质 使用没有塑化剂和带凹新的PETG来装品 加上玻璃纸和气泡袋的层层保护 让产品在运送过程都能安全抵达 每一个细节的眼睛都能感受到增懂 对品牌的用心 我们的农作物有很多 它有特定的效果 但是这个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去萃取 萃取之后去研发 然后要去做实验 目前有生产出来的就是生姜是最大的 然后再来是茶叶 再来是山药 还有竹炭 这个是由农委会那边辅导的 这些产品都有它的特定的效用 一个产品配方的制定 不一定能够满足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体质 每一个人的滑质 但是因为我们设计出来的品质 在现在市场上都受到了肯定 还有一些消费者 他使用后他都会有回克术 一定会再回来给我买 这个就是我们感到最幸违的 他用了之后感觉到说 我还是要继续使用我们全强的东西 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 优良的质量 是研究开花创造出来的 要超越现在追求完美 必须要有不断的创造出 制造出被人类利用的价值 这样的